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人李丽华 她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人物 那么在她身上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今天便给大家分享李丽华的故事 李丽华出生于1924年的上海 那个时候的上海是什么样子? 这么说吧 在那个清末民初军阀混战的时代 能够过上安稳日子 才是老百姓最大的愿望 一句话 活下来比什么都重要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李丽华长成了一个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的小机灵鬼 也就不足为奇了 出生于黎原世家的李丽华 父母都是京郡明爵 父亲是京郡明邻李贵方 母亲是著名的老旦张绍权 受家庭艺术氛围的影响 李丽华自幼学系 败在京郡明秀木铁芬张厄云的门下 外形美艳 外形美艳 明眸善来 浑身散发着迷人的光彩 这样亭亭玉丽的黎原少女 暗恋她的同门弟子实数不少 李丽华的初恋也是在黎原学系时开始的 然而 李丽华的初恋情人却并不一般 她叫五宗一 吴家在上海是名门望族 是纺织业巨头 吴家对未来的儿媳妇自然要求不少 吴家不喜欢黎原出身演戏的女子 在那个时代 戏子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 为了棒打鸳鸯 吴家将儿子送到英国读书 修读纺织专业 初恋变成失恋 这种事从古至今并不少见 但这样的分手方式显然令李丽华愤怒不已 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 李丽华更加全心全意地搞事业 李丽华的戏路非常宽 无论是扮演风华绝代的美娇娘 还是反串小生 李丽华刚柔并济的演技 每一次都令人惊艳不已 1940年 年仅16岁的李丽华 凭借出演《三孝》一炮而轰 彼时 亦华电影公司看中了李丽华 高薪聘请她入主亦华 在亦华的时候 李丽华一共拍了17部电影 后来 李丽华到香港发展事业 又拍摄了《囚锦》 红遍两岸三地 颠倒终生 李丽华在台湾也广为人知 1965年 41岁的李丽华 凭借出演《故都春梦》 获得了台湾金马奖事后的殊荣 四年后 她凭借《杨子江风云》 这部作品再次丰厚 2015年 李丽华又获得了金马奖 终身成就奖 有人说 李丽华除了会拍戏 在人情世故这方面 她也是长袖善武之人 李丽华在台湾演出《老君之时》 面对台下的军官 她说 小妹在不久以后 要到好莱坞发展 这一次只是跟大家暂别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一定会再次重聚 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 令台下的官兵感动得热泪盈眶 李丽华在好莱坞拍戏时 公然拒绝和外国男演员拍吻戏 即使再多的报酬 也不能让她屈服 然而 这样一个提骨争争 财情并茂的女子 她的情路却异常坎坷 1941年 李丽华刚刚出道的第二年 她就被太风百货公司的太子爷 张旭浦看中了 在对方的猛烈追求下 年近17岁的李丽华 对这位高富帅十分在意 两人爱得如痴如狂 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最大的赞美 就是娶她为妻 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最大的仰慕 就是和她结婚生子 然而 李丽华不仅性格独立 还是一个经济独立的女性 在她看来 即使再爱一个人 也不能将老公当作自己的事业 一个女人若是一辈子 因为嫁给一个男人 除了结婚生子 照顾一家老小之外 却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那么这个女人 一辈子就真的完了 因为她这辈子只干了一件事 那就是遗孕傻终身 李丽华不想因为婚姻 放弃自己的事业 她是这么想的 也是这么干的 孩子稍大些 她雇了一个保姆照顾 之后就付出拍电影了 起初的那几年 老公张旭浦 出于对她的宠爱还能理解 但是随着李丽华的事业 越搞越红火 殖民度也越来越高 再加上出差 去外地拍戏的时间越来越长 独售空房的男人 谁能受得了 张旭浦是生意人 每天的应酬也不少 在名利场上 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推杯换展的社交场合 那些酒坛子除了嫉妒她 又一个漂亮的明星老婆之外 难免会故意调侃她几句 说她是乡妻轿子的模范老公 老婆在戏里喝别的男人搂搂抱抱 她却得在家里 手伸如玉地带娃 这样的话听多了 试问哪个男人的自尊心 能受得了 夫妻之间就怕见生嫌隙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离婚也就成了必然 失败的婚姻 让李丽华再也没有了 忌绊和牵挂 恰在此时 她获得了去香港发展的机会 于是离开一座伤心的城 忘记一段伤心的感情 促使她离开了上海 李丽华在香港拍戏时 结识了导演严俊 她是周璇前夫严华的侄子 而她的前女友则是林黛 严俊是一个风流才子 这个人本事不小 她执导的电影《翠翠》 曾一手捧红了林黛 所以对于林黛来说 严俊在她行中的分量 非比寻常 因为她不仅是自己的男友 更是提携自己的伯乐 据说当年林黛和严俊的分手原因 是因为两人性格不合 不过即使两人分手了 林黛似乎依旧对严俊 于情味了 在李丽华和严俊 打婚当天 却说到现场管理 庆贺的林黛并不开心 眼含泪光 似有不舍 男友结婚了 新娘不是我的故事 任谁都会难过的吧 于是在婚礼结束后不久 林黛就离开了香港 对外宣称 世界很大 我要去转转 但是名言人都看得出来 这是一场想忘记旧情的散心旅行 林黛和严俊华相比 她的婚姻经历 更加令人扼腕叹息 严俊华的婚姻 只是一波三折而已 但是林黛的婚姻 却令她香香玉允 林黛后来嫁给了龙绳勋 但是这位云贵独军家的长公子 绰号龙武的云南王后代 却是一个留恋花丛的挽裤子弟 林黛无法忍受龙绳勋的朝三暮四 屡次和龙绳勋争吵无果之后 心灰意了 在家中服下了大量药物 年近三十岁就离世了 相较于林黛的红颜早逝 李丽华就幸运多了 虽然是二婚 但是严俊待她极好 而病思磨 秘里条幽的婚姻生活 让李丽华再次神仙其中 于是给严俊又生下了一女 有了孩子之后 两人在事业上的冲劲就更加足了 夫妻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开始了运营 1957年 两人为公司命名为金龙影片公司 严俊负责指导电影的拍摄 李丽华负责演戏 复唱复随的日子过得非常甜蜜 然而明天更意外 谁都不知道哪一个先来 或许是上天不想让林黛在天堂独自寂寞 于是将她的前男友又送还到她的身边 1980年 严俊因心脏病突发雷势 这样的结果令李丽华猝不及防 伤心欲觉得她离开了和严俊在台湾的家 远赴好莱坞发展事业 希望在异国他乡 新的环境中能够忘掉这一段 事故痛心的伤感 但令李丽华没有想到的是 这样的决定竟然让她在异国他乡 开启了第三段情缘 在异国他乡遇到初恋 而且还是当年的易男平 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李丽华从未想过 她会在美国遇到初恋情人吴宗一 对于吴宗一来说 她从未忘记过李丽华 李丽华在香港拍戏 她也曾尾随而至 但是后来 吴夫猜测她想和李丽华旧情复燃 于是将她调回上海纺织厂上班 后来吴夫病重 吴宗一接手了香港尾轮沙场 成为新任董事长 那个时候 听闻李丽华嫁给严俊之后 吴宗一万年俱灰 在家人的安排下娶妻生子 但是对于李丽华这个爱而不得的女人 从始至终 她都是吴宗一刻在心口的朱砂痣 抬头思念的白月光 吴宗一的妻子去世后 对于父亲一直爱而不得的家人 儿女们也表示了理解 于是成全了父亲的心愿 让这对年轻时未能如愿的苦命鸳鸯 终于得偿所愿 同意李丽华进门 和父亲白头到老 兜兜转转 远来远去 命运还是将他们送到了最初的起点 虽然是一对白头鸳鸯 但是两人能够携手共白头 一起度过人生最后一段旅程 也算不辜负这一段 神情似海的缘分 李丽华的风采 是无数人瞻仰的对象 在李丽华和第二任丈夫严俊 去台湾命运旅行中 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 当时是蒋介石的诞辰 李丽华去为蒋介石庆生 蒋介石表示 已经被他戏中角色征服 李丽华对于蒋介石的喜爱表示感谢 这位演员能够拥有这么厉害的粉丝 想不红也挺难的 值得一提的是 1959年的时候 李丽华作为难民已居到美国 依次偶然之下被美国媒体拍摄到 李丽华唱美国国歌的照片 当时还被美国人称作是最美的移民 而当年成龙刚刚出道时 还曾经在电影《情香连》中 扮演过李丽华的儿子 2015年 在金马奖的颁奖典礼上 面对坐着轮椅的李丽华 成龙强调 这次自己是专程来到台湾 就是为了给妈妈颁奖的 并且开玩笑地说 这一声妈妈喊了50多年 然而彼时的成龙或许未曾想到 那一次竟然是他和妈妈的最好一次见面 2017年3月20日 影坛长青树李丽华与世长辞 享年93岁 听闻李丽华的临世 成龙表示很难过 承赞她是永远的巨星 也是她心中永远的女神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 祝你每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